你好 欢迎收看2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举行的2月份的升旗典礼 由副县长严新江来主持 表扬了县府业务达人 云木团队 民房团队 常年训练的集邮单位 还有环境友善行为竞赛集邮单位 以及各局处活动的行销屏蔽 副县长严新江 他肯定县府同仁能够金钟指手 秉持着县长徐宗贵的市政方针 要把花莲打造成为宜居的旅游城市 花莲县政府升旗典礼1号上午 在县府前广场举行 由副县长严新张亲自主持 非常好表示 在县长徐宗贵带领县府同仁们 齐心投入县证以及防疫工作之下 让国人安心列领花莲旅游 尽管新冠肺炎期间 花莲旅游人次不减反征 2020年游客人次近1434万人次 防疫加基也备受中央以及乡亲的肯定 我想过去的一年 由于在习县长的领导之下 大家努力以赴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各位从前几天的报纸看到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花莲线 台湾省所有的乡亲 都能够到花莲来观光 各位知不知道 有1443万人次的乡亲 到我们花莲来 旅游 这个是各位在徐县长 领导之下所创造的佳基 为我们的佳基 自己掌声一下 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颁奖很多 各位非常努力 所以得到非常好的名次 副县长严心上也表扬 县福业务达人 圆梦团队 民访团队 常年训练机优单位 环境友善行为 竞争机优单位 及各局处活动行销评比 副县长严心上肯定 县福同仁们落敬直守 并持县长学生为 幸福花莲 花园城市市人方针 将花莲达到成为 适宜居住旅游的城市 就得终于花车不老